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4日 今天收看了一段网上的这个视频节目啊 还有一个文字报道 图文并茂 报道了洛杉矶民运人士啊 在这个使馆前呢 中国领事馆门前 举办了抗议活动 这是图片啊 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这种活动啊 以前经常举办啊 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啊 他们抗议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这个奉劝中国的军人啊 看清形势 不要当这个中共的党家军啊 不要当炮灰啊 也不要陪葬啊 这个非常有意义啊 而且呢 这篇报道当中讲到什么 讲到有一个 原先是海军司令部的 这个宗孝参谋啊 也是一位著名的 这个民运人士啊 姚成 他这个发表了一个观点啊 讲到这个不对的情况 我看到之后觉得 看到之后觉得啊 他讲的还是 比较这个 这个靠谱啊 因为第一 他现在身在海外了啊 没有什么顾忌 这个言论自由啊 所以可以随便讲 那当然可以讲出真心话啊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维权人士 那么那肯定是 这个观点是鲜明啊 他谈到了什么呢 谈到了这个中共的军队啊 假如是一旦 要和美国开战 结局会是怎么样 他认为很快啊 中国的这个军队讲失败 特别是这个陆军 他认为还会出现 这个倒戈的问题啊 他为什么讲到 为什么认为海军没有战斗力 他其中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这个情况比较具体 就是底层的一般的士兵 由于这个部队里面的 这个是不能上网的 当官对这个战士们的训练啊 管理的非常严格啊 那不可能让你翻墙上网 即使国内的网站 可能如果是有些信息啊 部队也加以限制 封闭式的管理啊 有一点这个类似像监狱呢呀 这个那肯定是 没有这个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啊 也没有获得外界 这个信息的一个自由 长此以往啊 这个收听收看 中共官媒的这个虚假的宣传 不断地洗脑啊 这些底层的这些当兵的 那肯定是 他们形成了一个 就是虚幻的想象 一开战 中美一旦打起来了 那肯定是 这个立刻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啊 在伟大领袖习近平指导下 那是这个节节胜利 他们是这样想象的啊 他们这个想法 这个类似于当年就是50年代 我老爸参加抗米援朝那时候啊 那士兵的想法 那么姚诚也讲到了 说是这个中层以上的啊 这些 这个部队的领导 他们有很多是军事学校毕业的 文化素质比较高啊 这个即使现在不敢 就是翻墙上网 但是当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相信 有些人还是可以获取一些外界的信息 那当然不光是上网了 还有这个部队的领导干部 亲属啊 朋友啊 出国留学 回来之后 你想一起坐一坐 喝点酒 吃吃饭 聊聊天 那每个人都 都会获取一些外界新的信息 也就是自由世界真实的信息 包括什么呢 包括部队的这个战斗力 到底是什么状况啊 那么姚诚就认为呢 这个 上级的军官啊 就比较了解事情 所以说他们未必能够 就是说愿意做这个赔赡品啊 他大概这个意思吧 那么 本人认为啊 中美啊 现在啊 这个如果一旦开战 走到战争的程度啊 你无论是在台海还是南海 这个只要一开战 那中共很快就挫败 为什么我这样讲 第一点呢 这个从这个军费的角度来讲 军队要开战 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钱 对吧 最起码的 应该有 有钱才能打仗 你看美国这个军费呢 根据这个去年十月十二月的报道啊 讲到这个美国的有着国防授权法 他授权法呢 这个军费是多少呢 七千三百八十亿美金啊 七千三百八十亿美金 相当于什么十五个国家的综合 你想这个多厉害 俄罗斯十倍啊 是中国的四倍 你就想这盘子有多大吧 这老美实在是太有钱了 这是一个 你在军费方面 你根本投入 没有人这个层次 这个档次 无法比拼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美国有十二艘航母 其中呢 十一艘是核动力 那中国几个航母 山寨版的两个山东号和辽宁号 而且你不是核动力的 对吧 还不如意大利呢 意大利排名点啊 我根据网上查的资料看 这不一定准确啊 我无研究军事啊 完全是外行啊 办那么弄数了 其中这个尼米词号 你想啊 它这个排水量是多少呢 9.1到10.4万吨 可以搭载90架 这个舰载这个飞机啊 你就想大黄蜂飞起来以后 美国这飞机啊 F15等等吧 就我不太懂啊 看到网络的报道呢 讲的这个是非常细致 一看先进程度难以想象啊 这是航母啊 你在看作战经验 经验非常重要啊 要打仗啊 你没有经验不行啊 是不是啊 中国自从这个 这个韩战以来啊 后来发生了战争 局部战争 很小范围内 就是一个打个越南吧 中国打越南 欺负人越南 根本不值得一提啊 而且损失非常大呀 伤亡非常厉害啊 没有什么经验 养尊处优了 这个时间太久啊 那么你再看美国 美国二战以后 二战不用讲了 韩战也不用讲 韩战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参加 包括我老爸也参加了 康明援朝战争啊 这个听我老爸讲 那时候是人海战术啊 党的一声号召 然后穿着衣服 也没有经过训练 然后就 就是胸揪揪 跨过了亚路线啊 这个就开始参战了 死了很多人啊 很惨了 很惨烈啊 后来美国参加的战争 就太多了啊 我们知道 根据网络的消息 这个越战啊 科索 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 这个伊拉克战争啊 等等等等 你想 人家从来没有尖断过 这个战争的这个历练啊 而且你看这个 这个特别的 这个值得 这个关注的就是 这个海湾战争啊 你海湾战争 150万人参战啊 这个联军是 美军这方面的联军是60万 伊拉克出动80万 还多了这个20万 结果呢 40天内就结束了 被劳美打的 那是一 那是一泻千里啊 吹鼓拉丘之势 那真雷霆万军之力啊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啊 你看 这个萨达姆当年 吹雪的共和国卫队 他的共和国卫队的形象 宣传啊 就类似现在共产党的宣传 你看打开军网 解放军报 你再听听张昭宗 那个 这个所谓军事 钻家在那 就胡说八道 正眼说瞎话 可笑到什么程度啊 说他说这个 针对美军这个核潜艇啊 这个有好的办法呢 给他搞掉 靠海带 多养一下海带啊 缠一缠 就能把人这个 这个哈姆啊 给他搞坏了 你想可笑到什么程度啊 如此低能的啊 这个狂逛的 这个虚假宣传 造成了什么呢 洗脑啊 这个当兵的啊 稀里糊涂的 这个当炮灰啊 呸葬啊 这不完全送死 你没有这个作战的 这个经验啊 也就是说 现代战争这个理论啊 和过去那个传统的理论 不一样了 你看那个 克罗塞威斯战争论里边 讲的一些东西 包括孙子兵法的东西 拿到今天 有些东西已经 这个不符合 现在战争的形势了 你靠这个 习近平前几天 不到这个 基林四杀到四平去 这个纪念馆去看啊 那时候是人海战术 现在不同了 你看伊拉克战争 就可以看出 美军死伤很少啊 其中有些死伤 是因为有军误伤造成的 是不是啊 什么原因呢 地面部队是后来 再压上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啊 就科技战 信息战啊 空中立体的 这种打击啊 那是你难以想象的 就是说这种 这个简洁 快速 这个啊 这个智能化 这一点就是 过去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啊 这个 你在看这个 前一段时间 这个老川普 这个下令啊 对这个伊朗 苏兰曼尼的打击 无人机啊 你想这个 就难以想象的 现在化战争 到这种程度了 你中国还靠这种 人海战术 靠着虚假的宣传 撒谎 吹牛 编故事 上下会想骗 跟打仗嘛 本人还是比较了解 海军的啊 别人 别都不敢讲 所以姚成作为 海军司令部的 一个中校参谋啊 他这级别低了点 中校 我坦率地讲 我接触过海军 一些 这个 这个知情人士吧 我也不想讲太详细啊 一家 大连水面舰艇学院 就设在大连吧 我在那大连日报 工作了很久啊 媒体开了18年 将近20年以下 接触了大量的 这个军校的这些 这个 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啊 这个无声力训练了一大批 这个所谓海军将领 我是辽东大学历史系啊 这个七八一班毕业的 我们的班主任辅导员 徐老师 这个就分配到了 这个后来啊 就调到这个 大连水面舰艇学院 当人教官 他教什么呢 教课是 党史 中共党史 现在已经过世了 我可以讲一讲 因为他过世了 可以讲一讲 在学校的时候 他对我印象不太好 原因主要在我 就是说 我不参加 会议啊 不参加政治学习 甚至有时候体育课 我都不愿参加 每天就是看书 像书从一样 不关心这个集体的活动啊 说他对我印象不好 这个原因在我啊 不是老师的问题 但是后来我和他解锁 发现他这个思想和一切一样 就是 这个比较左呀 他那套左的思想 教育这些 这个 士兵啊 就官兵啊 成为了什么呢 军舰上的领导干部 你看这些军舰上的领导干部啊 好多都是 这个我的老师啊 这个 徐老师 他教育出来的 那么在那一个 这个环境下啊 培养出来的这些 所谓的海军的骨干力量 就我认为不适合搞现在战争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腐败啊 就吴仁丽手下的 这种腐败 非常严重的 我又不想讲太详细啊 那么 一个腐败的 内斗的军队 怎么去对付美国的 这个军队 难以想象这里的差距 你看美国的那些部队 它是国家化的 独立化 不受党派的干扰啊 为什么姚成他们这些民营人 是反对 中共这个 这个军队啊 这个控制在党手里 这是对的 军队应当是独立的 国防力量 保护人民 而不是镇亚人 中国的军队呢 是内斗的工具 这是一个软力啊 这样一个军队 怎么能打仗呢 你想 郭伯雄 徐彩后 这事刚完 又是防风会 和张扬 马上就好有第三波的 一定是这样的 内斗 消耗了这个军队的战斗力 一旦开战啊 打不了 还有腐败啊 养了那么多的情妇 这个存了那么多的钱 老婆孩子 私生子 情妇都在海外 你想他怎么可能和美国 这个 这个真道真强的干呢 打仗的时候还留恋自己那些钱财呢 所以说 一旦开战 必败无疑啊 而且败得非常惨 未必能够维持40天啊 不信就看 是不是 但是习近平是什么呢 他听汇报 那当然部队 这些将领们在和平的环境当中 都养成了一种思想性格什么呢 厄语奉承 溜须败 拍马 请生送礼 全钱交易 全身 叫大幸祈祷 习近平听不到真实的信息 习近平怎么能知道一些细节呢 不可能的吧 那下集汇报给习近平 无声厉害的告诉他 这个 我们的这个 办主任老师 老师 这个政治辅导员 徐老师是怎么死的吗 他怎么死的 我上个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嘛 就是 熬了很多年呢 在这个水面建议学院 终于熬上一个大房子 四十一厅啊 条件非常好啊 他比较节俭 这个刷油漆的时候 他自己亲自刷 刷完之后呢 这个又退到这个 靠门这个位置啊 为了节省点费用啊 也不舍得花钱出去租这个房子住 就在里面睡了一个晚上 结果熏死了 就这个油漆啊 油漆 国内的油漆啊 挥发比较慢 有些残留的毒素 你想他在这个房子装修好了之后 自己亲自刷油漆 就是熏死在里面 我今天讲这个细节啊 我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嘛 就班主任老师啊 就政治辅导员 那么他就过世 当时他的军衔呢 是大校军衔 比这个姚城 姚城 姚城是这个海军参谋 据他自己讲 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是中校啊 我老是大校 你想大校在射业机 是少见了 是不是 其他的情况 我就不去讲那么多了 就是我是 这个对自己 这个政治辅导员的过世 我还是比较是 这个心痛 我只是想讲什么了 就是部队里面 比什么 比待遇 比物质享受啊 这些东西造成了军队的战斗力啊 这个根本拿不到台面上 你想这样一个军队 你怎么能打仗 学这个中共当时都是假的 胡编烂造的当时啊 是不是啊 这个辽宁大学历史系 这个党史专业啊 也算是不错的 那时候我学习也是 还是很优秀的 现在回想 学习的内容都是假的 出来看以后 看到台湾的媒体 美国的媒体啊 等等 比对一下 也不完全说 美国的媒体 台湾媒体都正确 但是呢 大部分呢 关于这个当时的一些情况 还是比较这个靠谱的 所以说 用一种虚假的宣传 忽悠这士兵啊 骗他们 这个当炮灰啊 骗他们去陪葬 我认为不值得 美国人民 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啊 自由世界联盟这些国家 他们都是爱中国人民 他们不喜欢恨中国共产党 他们现在已经是形成共识啊 把党和中国人民分开了 他们要结束啊 中国共产党的一人独裁 这个体制 并不是说要消灭中国和中国人民 不是这样的 否则美国不会数十年来啊 这个帮助中国加入WTO 这个收留 培训 培养中国的游学生啊 多达数十万 对不对 美国自己还没有最后一国待遇了 是不是啊 而且 即使是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 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 要他放这个中信一马 川普当时马上就统一了 这就是事实啊 所以不能说美国是看中国发展起来了 故意找茬 不是这样啊 我认为是习近平内政外交政策重大的事物 用人不当啊 如果当时用李克强和汪洋啊 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内斗造成的 同样的部队经过几轮的内斗 现在已经耗尽了这个元气了 如果开战必亡 还有个更重要原因呢 战争除了这个军费 实力经验资本 还有一个打仗 要找到一个什么了 道义的制够点 就是你以什么名义 那现在美国已经找到了 就是什么呢 新型冠状病毒 被川普称为中国病毒 对美国人民的重大的伤害啊 你想死掉的15万人呢 人家能和你完事吗 一旦开战 人家依这个理由的话 再把这个耶利孟提供这个证据 作为一个证人拿出来 那人家在这个国际社会 肯定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开战 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 本人认为啊 中共啊 这个下场就和这个萨达姆的政权一样了 没有什么任何好的结果 所以说我看到姚成这篇文章啊 那这个我就 这个做上述的评论啊 同时这个对这个姚成 发的这个观点啊 这个也是表示一个 引用他的观点 表示感谢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